好来看到给行人走的步道却处处隐藏危机 台中市后领区内谱国小的通学步道 因为被绿梨和树木当住行走的道路 一旁更是停满车辆 学生上学安全受到堪忧 而地方民贷就争取1750万元 要将步道来泰换将有障碍变成无障碍 狭窄的步道民众行走时 一不注意还会被一旁的花台 以及中间的路数半岛 这里是为在厚礼区内谱国小的同学步道 因障碍物太多形成学生上学的安全隐忧 大概我们1400个小朋友 在这条我后方拥挤的这个道路上 停满了各种车辆 那小朋友在上面走既不安全那也不可靠 这个前面这个道路你看那边高 有三种那也是历史的产物 那个学生在行走都很不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无障碍空间 把它变成真正的无障碍空间 真的是对我们的乡亲不管是运动或是行走 小朋友的行走都是蛮好的一个方法 厚礼区内部国小超过1400多位的学生 上下学车流涌入堵塞 而一旁幼儿园新建工程人行道退缩4公尺 既有校门围墙只有3公尺宽 门面层次不齐 就连另一侧还被绿离极树木占满行走空间 就生怕学生在回家或上学的过程中跌倒受伤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立位洋穷英争取1750万 由地方中央共同筹措 不只要将133米长的步道全数胎换外 更打造家长接送区并将警卫室设计特色外观 工程总共有三种工程 第一个有障碍空间 真正要成为无障碍空间的一个改善工程 我们要做整体性的4米道路的接送区 那同时在我们的传达室 要做一个在后里有特色产业的一个传达室 希望这个通行囊大人赶快来改善 让学生上下课安全 那因为整个的工程在委员跟我们议员的帮忙之下 我们希望学校可以紧速配合建设局的起程 该省工程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失作 立平年底完工 届时不止百年老校焕然一新 步道从有障碍变成无障碍 学生仍安心上学不怕危险 在课程中的一周 在课程中的一周 使用镜底完工程中的一周 同时的每个弹者是在课程中进行 有一些少认课程中的大小小的